我們自己的員工、助理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是覺得真的是非常的自責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但是我想在敘述的內容 跟當時的狀況是有一些出入 這一件事是在1998年是25年前的事情 那當時我有一位助理 因為下班回家的途中 發生了一些事情 當時我們都覺得非常的遺憾 當然作為當時的老闆 我是心裡非常的自責 來道歉 其實這個心情到現在 對我而言都是一樣 我們自己的員工、助理發生的事情 我們都是感覺真的是非常的自責 當然就整個事情來說 對當事人的這個心情 我們感同身受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但是我想在敘述的內容 跟當時的狀況是有一些出入 當時因為發生事情的時候 除了就醫或者過去的處理 那也立刻得幾個助理 能夠附送他回家 休息了大概兩個多月的時間 那因為有一些工作的一些狀況 後來才犯了 後來才犯離職 那我想這件事情 無論如何 到目前我真的是絕對跟他很抱歉 所以是這個助理他自己離職了嗎 我想這個他的工作的狀況 因為我是不是可以讓我有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已經二十五年前的事情 但是他休息了兩個多月的時間 應該應該是有 因為是選後的時候才離職 所以九月發生到選後應該是 十二月當年十二月的時間 這個時間大概有兩個多月的時間 不是所說的兩個禮拜 那其他的話我就請 因為我現在在總質詢 請我助理去拼湊一下 這個還原當時發生的狀況